我像爱你所爱的人间 愿你所愿的心 华兹处春的希望综艺慈善活动 周末在新动力多功能厅和演播厅如期举行 这场由多伦多历史最悠久的华人慈善机构之一 以54岁的华兹处基金会主办的大型慈善活动 汇聚了来自不同机构的表演者 商家 媒体 以及不同族裔的爱心人士 春的希望慈善嘉年华部分 下午2点首先在新动力多功能厅启目 本地几十位少年儿童捧出精彩绝伦的文艺表演 现场还同时举办了意卖 商家展销等形式多样的活动 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叶嘉丽 万锦市议员李思韵和多伦多华联总会主席 翁国宁专门来到现场来观看嘉年华活动 并向所有爱心人士致谢 晚上8点 华兹处春的希望综艺慈善晚会 在新动力演播厅准时开始 并同时通过YouTube 600国际台 看看APP进行了直播 华兹处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Derek Ho向所有爱心人士致谢 强调没有大家的支持 就不可能有这次活动的成功举办 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陈胜元 联邦国会议员董韩鹏 安省议员彭锦威 多伦多市议员Nick Mathen 列治文山市议员陈志辉 万锦市议员何胡锦 杨启青等来到活动现场 带大家共同回顾华兹处的悠久历史 肯定他们为社区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并感谢所有爱心人士 加拿大国际贸易出口促进 小企业和经济发展部长吴凤仪 安省省长道格福特 安省议员维秋配方 万锦市长薛家平等 也都发来视频或贺信 吴凤仪说 华兹处基金会一直在为华裔社区发声 传播希望有爱与和谐的氛围 为华裔社区强大做出杰出贡献 吴凤仪也特别感谢活动承办方 新动力传媒的心情付出 福特表示 华资处基金会给新移民带来希望 帮助大家迎接挑战 走向成功 安省议员维秋配方 也特别向华资处和各界爱心人士致谢 薛家平说 感谢华资处用行动 帮助无数新移民融入本地 他也特别感谢新动力传媒 为大家提供交流与活动的平台 而作为活动承办方的 新动力传媒CEO Patrick 则向大家介绍了 新动力发生的新变化 焕然一新的演播厅 刚启用的新动力多功能厅 将要落成的新动力居家体验中心 将一如既往 融通崭新的姿态 成为多元文化交汇的平台 这场活动的冠名赞助商 CMC Markets 爱心商家爱卫士 方太厨具为大家送出精彩大奖 EPS Care Technology 为晚会提供定制防疫用品礼包 Gafront Health and Material Innovation Inc 则为大家提供丰盛晚餐 陈寗称乐艺术学院 Phil Chan 新之梦流行演唱班 JW流行音乐教室 Kian Queen乐队 社区网红Marsen 全球青少年公益连麦俱乐部等 爱心机构或个人 则向晚会奉出 优质文艺表演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